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我们今天再来稍微看一下 天命三国志 那一定很多人问冷月说怎么最近停更了这么一阵子 因为近期正好国庆廉假 所以冷月有跟公司请了三天假 然后就是跟小月一起出去台南高雄晃一晃 再去跟那个台风做相伴 虽然说我自己觉得啊 下去台风南部的时候看到台风 基本上那个强度还不如在北部的时候 南部顶多就是阴天还出太阳 回来北部回到台北回到桃园的时候 反而倾盆大雨啊 所以我只能说南部天气真的是 算有台风那还是比台北桃园来得更好一点这样子 好了没有错 冷月这一次呢 又强行的把我们的无双关羽给保出来啦 那当然如果是想要抽这一次保库的玩家 个人建议无双张飞的泛用性是比无双关羽来得高的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两只的强度吧 首先我们的无双关羽啊 先来冷月有这一只啊 还就是很纯粹的一只输出角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组 批展敌方所有单位对单位造成伤害 必重伤害 而且对兵力最低的敌方近战武将造成额外80%伤害 自身随机获得一到两层的怒意效果 每层怒意会提升伤害加成及伤害减免 最多可叠加10层 如果成功击败敌方单位则再次释放该技能 没有错 还就是你只要砍下去 除了叠增益之外呢 只要可以成功把对方砍死 会瞬间再丢一次大招 对于输出角来说 它的输出能力是非常可观的 再来星象技能 如果有时候要禁锢的时候呢 会对该目标造成362.88加1134的伤害 武力低于自身武将伤害提升50% 而且近战武将的话效果还翻倍 没有错 我为什么会选择抽关羽 因为冷月呢 近期一样把诸葛亮给拿下来了 那么诸葛亮后续再来讲解说 为什么他跟关羽很搭这样子 因为我想要出两集啊 不然一集同时讲三次角色 时间会太长 那会想要搭配诸葛亮玩的原因是因为 一来是禁锢的追击 二来是 如果搭配诸葛亮来玩的话呢 诸葛亮算是一只无课为课玩家 只要你能够 待在第一大盟的话 他算是一个身心比较容易的角色 不太会吃到 吉他无双脚的资源 所以如果你的队伍刚好可以放得下诸葛亮的话呢 我是建议可以考虑练一只来玩玩 好了我们再来看他的被动啊 斗神 连续普攻同一只武将四次后呢 自身的下四次攻击会得到加强 会额外附加无视防御的伤害 并且伤害会转化为 转化80%为自身兵力 就是额外附加增伤跟吸血这样子 然后再来连展 首次接战后 自身获得六成连击效果持续6秒 期间普攻伤害提升100% 每次普攻都有35% 几率短暂上禁锢 然后并且战役技能过 每次普攻都有散伤害去短暂禁锢 当前目标一秒 会禁锢一秒钟 战役技能过关斩将后 会再次触发我们的连展效果 这样子 等于说你每放一次大招 他都会再额外触发一次这个连展的效果 这是普攻伤害提升 而且有短暂几率禁锢一秒这样子 在我们的威震滑下 每隔6秒免疫下一次近战武将的技能伤害 等于说我们的关羽 基本上妥妥就是负责扛近战武将的 像比较热门的什么吕布 或者说反击流的一些角色 其实以关羽来说都算是比较好应对的 而且他除了免疫近战武将技能伤害外 并且会对该伤害来源造成一个反伤的效果 而且会吸收目标10%战役 并且50%机会获得一层怒意 怒意就是我们刚才说明前面所看到的这个 提升5%伤害加成跟伤害减免 那最后杀气射人 过关斩将会无视控制效果 过关斩将释放后若未能击败敌方单位 则立即对目标全体造成伤害并禁锢3秒 完成击杀则会回血 没有错 他所有的他很多的技能都在强化他本身一个大招的强度这样子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天赋的部分 基本上他要完我觉得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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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到天赋4是最好 因为天赋4还有无敌免伤的效果 但最基础我觉得天赋1会比较好一点 进入战斗后获得3成怒意 我方其他武将每次释放大招 自身60%积累获得1成怒意 5成怒意时大招伤害的30%会转化为自身兵力 8成怒意时大招伤害无视防御 10成怒意时过关斩将造成的伤害 可击败兵力第15%的近战武将 等于说你开了天赋之后会有额外的其他效果 5成会回血 会吸血 8成无视防御 10成几率斩杀 兵力第15%的近战武将会直接被斩杀掉 那我们看一下关羽这个角色 那昨天冷月自己开始发现很多人抽张飞 那我自己也觉得张飞的泛用性 比关羽来说高很多 那没关系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张飞的部分吧 张飞是一只肉盾控制 但是冷月会说有点后悔抽关羽的原因是因为 我发现 我一直抽不到徐晃 所以等于说我想要把徐晃作为一个替换掉的一个选项 那替换掉徐晃呢抽张飞会相对来说来的好一点 因为我目前黄晨燕算是一只输出角 他并不能算是完全的肉坦 那队伍组成上目前是徐晃 黄晨燕 赵云 郭佳 跟我们的徐晕 那冷月目前想要替换的角色有徐晕会换成我们的华佗 等他复刻之后会考虑抽一波华佗 因为华佗的回血量真的太强了 徐晕的回血量太弱了 那目前先看考虑可不可以拼个大桥出来 如果有大桥的话先用大桥站带巡域的位置 然后坦克的部分徐晃我也想换掉了 因为一直抽不到他 一直没办法升星 然后他的站力就一直卡在那边 那本身坦度也略有不足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把他换掉这样子 虽然说徐晃本身的硬控能力 跟他的输出能力还是不差的 但是 没办法 在现阶段无双将满街跑的过程中 你本身是一般天罡将 相对来说的能力就稍微弱了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 我们看一下吧 无双张飞的大招 对全体造成避重伤害 并且添加7秒的震射效果 伤害加成及受到治疗的效果降低30% 并且敌方近战单位额外禁锢4秒钟 伤害每命中一名敌方单位自身会回复8%最大兵力 讲白他就是一个AOE全体AOE加上一个硬控效果 还可以降低敌方的伤害加成跟受治疗效果 最后 每命中一名敌方单位也会回血8%最大兵力 那只要是开局的时候就还有5只角色的时候丢的话呢 固定会回复40%的最大兵力 再来禁锢破坦一级 对禁锢目标造成普攻伤害时 额外转化其最大兵力的10%的避重伤害 并且转化为自身兵力 等于说你打禁锢的目标的时候 你会额外造成自身最大兵力10%兵力的避重伤害 还会有回血这样子 等于说你张飞只要把血量撑高的话 他的输出其实是不会到太难看的 也是一个颇强的输出角 再来蜀国雄狮 每次受集都有28机会降低周围一格敌方单位的180%战役 降低的量80%转化为自身战役 自身最大可获得200点 等于说就是每6秒可以吸200点战役的一个概念 再来斗神 首次接战后每累计获得600战役 回复无双张飞10%最大兵力 并且自身造成5秒斗神效果 每次造成普攻伤害时 额外对目标造成其当前兵力的10%避重伤害 我方无双关羽在场时也会获得斗神效果 所以如果最好的话 抽张飞的连关羽一起抽会比较好 抽关羽的就是以关羽为主这样子 因为张飞有在搭配关羽的话呢 强度会更高 那你单抽关羽就是关羽为主了 因为关羽他没有跟张飞做一个搭配 但张飞是可以跟关羽作为一个搭配 这次后来冷月考虑抽关羽的一个原因 但张飞基本上他的泛用性跟实用性来说 会是一个更高更完善的一个选择 再来豪气甘云 每隔10秒对自身一格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 必爆伤害 并且禁锢3秒钟 最后狂受血性 首次受到致命伤时 立即清除大部分负面状态 并且获得自身最大兵力30%的护盾 持续5秒不可驱散 护盾消失时 无双张飞还会无敌5秒钟 所以我只能说 以张飞来说 他是一只超级强悍的控制坦 高回血 高自保能力 高控场 只能说 如果你是维克玩家 两只只能抽一只的话 个人会建议选择抽 张飞会好一点 除非你在坦克上你有更好的选择 不然张飞我觉得会是优于关羽的一个选择 但问题如果你缺输出角的话 关羽自然会是一个比较强悍的输出角 但张飞本身的强悍应控能力 强悍的保命效果 跟本身不俗的伤害 也会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亮点 所以如果是维克玩家只能选择抽一只的话 个人建议张飞是优于我们的关羽的 再来天赋 无双张飞单次受到伤害 不会超过自身兵力上限的18% 首次接战会立刻释放豪气甘云的技能 追招 并且将目标击退三格 然后透续触发时间降低为6秒 每次触发战役技能雄狮怒吼 自身伤害加成绩伤害前面增加10% 最多跌高5成 持续到战争战斗结束 讲白了张飞也是一只开天赋之后 会强很多的角色 但张飞如果不开天赋的话 他本身的一个泛用性跟基础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强悍的 冷月这一次抽关羽呢 在这边我们总共抽了351抽 那因为冷月这一次只存了5400元宝 所以逼不得已逼不得已 我们就买了一点小东西 买了什么呢 我们买了 超值返利的五魂战役一阶段跟二阶段 这一个总共是490块 两个就是1000块 然后扣掉这两个之外呢 我们还买了 我们的最便宜的 走开 奇珍 我还买了我们最便宜的奇珍惊喜包 因为那时候抽完351抽的时候呢 差两个碎片 所以冷月最后就是在 不是351抽 我看一下 冷月应该抽到大概311抽的时候 因为后来冷月自己有在多抽一些碎片 想要让关羽更快升星 所以大概311抽的时候抽完 差两个碎片 冷月就直接用奇珍去把它买下来了 所以等于说基本上啦 要抽的话 我建议最好 累计到 看能不能累计个320抽330抽 会比较稳定一点 这是最新的更新数据这样子 因为讲真的 你如果没有累计到的话呢 会跟冷月一样 放弃又舍不得 但是你说硬要抽的话又 就很伤本这样子 然后冷月现在因为拼命在练角色啊 所以导致 那个 同币严重不足啊 很多角色技能都还没升满 他这一升就没了 哎呦 现在有1437耶 我们再抽一下好了 他那边有机会把100的大奖抽出来啊 来 我们来抽一下 两个碎片 再来 没有碎片 再来 我有三个碎片可以啊 这样总共是381抽 好还行还行还ok还ok 那冷月现在队伍组成的话呢 会是这样子 不是啊 现在队伍组成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诸葛亮的大招跟关羽做一个搭配是还不错的选择 那这样子的话联系会相对少一点 啊 其实冷月有想过 循玉这个部分真的想要换掉 但是换不到好的一个回血角 所以只能做继续做加点使用这样子 我这边好空位就在一个空位吧 那我们的队伍组也稍微改一下 我们的队伍也稍微改一下 还在用这旧阵容啊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凯莉现在改到黄澄宴身上了 因为主要是 因为主要是我们的 刚才讲哪里去了 突然间卡住 看到讯息突然间我卡住了 主要是因为冷月自己呢 现在觉得 徐万跟黄澄宴来说 我觉得黄澄宴相对来说 好一点 所以就把它放掉了 那我们现在东抽抽西抽抽 ok 好 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准备结束咯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跟我透透个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来源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 by bwd6